演练以联合反恐行动与人道主义救援为主题 聚焦海上联合反恐反劫持行动 演练以数名恐怖分子在柬埔寨某海域劫持一艘货船 并绑架船员索要赎金作为背景 中国海军船务登陆舰麒麟山舰和导弹护卫舰文山舰八中舰 与柬埔寨海军舰艇共同组成海上联合任务编队 紧急赶赴事发海域进行处置 任务编队按照搜索队形展开 在经过多元情报综合分析 共同确认目标后 编队快速向目标船只抵近 为了不过度刺激恐怖分子 检方1109艇通过舱外扩大器和慎高频国际频道 向目标喊话表达谈判意愿 然而恐怖分子突然使用轻武器 向1109艇射击 编队指挥员命令文山舰八中舰对货船进行拦阻射击 为逼迫任务编队放弃追击 恐怖分子在货船前端纵火威胁 考虑到货船和人质安全 文山舰和八中舰迅速前出 使用高压水枪支援灭火 冲锋艇搭载检方十余名特战队员 采取快速逼近两侧包夹强行突击等方式 展开武力营救 控制住货船后 特战队员发现有一名船员重伤 一名船员轻伤 请求编队迅速派出医疗力量 对受伤船员紧急救治 齐连山舰迅速调放小艇 搭载医疗分队前出 将重伤船员快速转移至海上救护所 同时检方派出快艇 将轻伤员和恐怖分子实施转移